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陪您找 她带着老奶奶进入电梯 随机按下几个按钮 最后在20楼时候 老奶奶找到熟悉的家门 平安回家 老奶奶90多岁了 白天家人都出门上班 因为年事已高 不敢走远 只会在傍晚的时候 到社区楼下散步 近来记忆力越来越差 有时候一下楼 就忘记自己住几楼 当她忘了怎么回家时 在电梯口徘徊好久 问了许多住户 都没有人知道 直到遇见家阳 家阳耐心地从二楼 一层一层大电梯 陪她找到20楼 攀谈中才知晓老奶奶 平常一个人在家有多寂寞 从那次开始 家阳如果有机会遇到老奶奶 都会陪她上楼 家阳的女儿问 爸爸 你明明知道老奶奶住20楼 为什么每次 还要带她一层一层地找呢 家阳笑着说 其实我知道老奶奶 并不是每次 都忘记回家的路 她只是想要找个人 聊聊天而已 如果我时间足够 就会陪她多走几层楼 多说一些话 这样老奶奶就不会觉得寂寞了 时间是如此珍贵 如果有一个人 愿意花时间 耐心地陪伴 相信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故事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或到脸书 与我们分享互动 记得追踪关注 才不会错过精彩故事 分享给更多人 点亮彼此的心 以上节目 由普公英希望基金会制作 邀请有余裕的朋友 捐款支持 让我们用故事 传递希望 陪伴更多人